首先,欢迎各位观看本视频 本次主要为大家带来关于全球大放水 资金如何自救标准共识 国内外比特币的交易第一观感差异 国内喜欢诱导 在资产配置过程中 适当的数字货币投资是合理的 但在这个动荡的市场里 个人投资的风险还处于较高风险 而选择优秀的管理团队或投资基金 一定程度上会稀释风险 而不会影响整体收益情况 全球量化宽松策略下 导致平方米增速超预期 也导致了实际购买力在隐形缩水 出现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 如何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 来进行资产保值就成了重中之重了 Report报告 2020年是全球大水漫灌的一年 全球央行今年来降息超60次 向市场宣布或承诺提供的资金总额超12万亿美元 其中的7万亿美元来自央行的货币政策 另外超5万亿则来自财政刺激政策 高盛估计 今年全年美国的财政刺激将占全美GDP的7.5% 全球的财政刺激将占到全球生产总值的3.75% 在5月20日英国首次以赴0.003%的负利率 售出37.5亿英镑的2023年国债 欧洲整体进入了负利率时代 如此多的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加码的量化宽松 并在资产购买规则中打破诸多经济 是为了保证各经济部门的流动性 但如此大规模的放水 会把资产端货币端引向何方呢 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和大规模的资产泡沫 这个需要时间来证明 下面一些数据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前美国广义货币M2增速已经超过20% 接近二战时期26%的历史峰值 中国近十年的平方米增速 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夸张 但平均每年的平方米增速也在13%左右 在韩国奥斯卡影片《寄生虫》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钱就是运斗 能运凭生活的褶皱 在印钞机持续工作的情况下 或许可以抚平经济周期波动这件事 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表现又是如何呢 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每年都在稳定的增长 但个别年头增长率未能跑赢平方米的增速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在逐年增长 总体而言居民购买力的增长并不能超过平方米增长 也就是说实际上居民的购买力处于一种隐形缩水的状态 如何才能抵御货币超发带来的货币贬值 过去十年国家层面是不断增长的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 十年来国家黄金储备增长近一倍 而外汇储备也增长了超30% 在居民投资方面 过去二十年 买房尤其是买入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是最佳策略 恒大研究院统计 1998年以来 全国新建住房销售均加年 负荷增长率达7.72% 低于同期平方米增速近8个百分点 而一线城市土地成交价格同样快速上涨 2007年至2017年间 负荷增长率达22.3% 远超货币增速 2009年至2019年 房地产住宅投资持续大幅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为14.66% 仅2015年出现一次断崖至下滑 年增长率不足1%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也由2009年的4681元每平方米 上涨至2018年8736元每平方米 上涨幅度达86.63% 中国还是一个以房地产炒作增值为主要投资标的国家 一见城市房价过去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房价呈上升趋势且波动率低回撤幅度较小提供了完美的保值增值手段 其次房地产捆绑社会福利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客户群体会自发的争抢房源 具备刚需支撑 最后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买房之夜支撑着房地产源源不断的正循环 近年来国家对楼市调控愈发严格 抑制了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 特别是终结了一线城市的快速上涨模式 房贷占中国家庭总负债的75.9% 并且始终悬而未决的房产税也如达摩克里斯之间 让房价上涨迟迟不能到来 虽然本次疫情中某些城市房价出现异动 但最新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只是为涨 仍处于较为稳定状态 4月份 北上广深刺各一线城市新房价格还 比上涨0.2% 涨幅与上月将同 甚至个别城市出现新房周边二手房销售价格倒挂 仍清楚地体现国家对楼市调控的力度 所以仍期望着投资房地产来跑赢 平方米增速已经较为困难了 所以资产配置以及分散投资成为了保值的重要手段 数字货币市场今年整体市值增长近30% 可以作为分散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今年的市场振幅超80% 所以数字货币市场属于一个非散户博弈市场 在投资数字货币的时候切记盲目 而应该选择专业的数字货币投资机构代为投资 根据标准共识量化平台统计 https724.sncratimg.com 优秀的量化产品 近半年的法币本位收益率超30% 而作为投资者的你只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申购赎回就好 很大程度规避了在个人数字货币 交易过程中带来的行情波动风险 也为你的资产保值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在资产配置过程中 适当的数字货币投资是合理的 但在这个动荡的市场里 个人投资的风险还处于较高风险 而选择优秀的管理团队或投资基金 一定程度上会稀释风险 而不会影响整体收益情况 很多时候 你的投资生涯从你入门的时候就注定了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对一个圈子领域或者概念化 第一次接触到的东西 第一印象 都会对他后来的学习和投资造成很大的影响 比如当年很多人进圈买的第一个币 往往不是比特币 是某个主流币或者某个山寨币吧 那就会很有感情 哪怕在被割了很久之后 还是会心心念念 不能忘怀 所以第一印象 或者说第一观感真的很重要 很多人进圈的时候 带你进圈的人和你进圈的第一次投资 对你影响真的极大 如果一进来就是炒山寨的朋友 极少有能从山寨的圈子里走出来的 一进来是做合约的也一样 基本上就是在交易圈子里待着的 当然 没啥好不好的 投资永远没有稳赚不赔的 都是有亏有赚 只是说如果对于目标是买比特币 不叫囤币吧 就是单纯想买比特币 等价格高了再卖出的朋友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过程里 不要去碰到其他东西 因为你的初心只是买比特币等价格高了卖 那么最好的情况就是买入 不动 等卖出 中间吸引你的东西 其他币的诱惑 短线炒作的欲望 合约高杠杆的吸引等 它们本身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初心是买币并长持 那么它们就有很大的问题 你就得避免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第一观感就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从打开交易所买完币的那一刻就走远了 而这也是我今天要聊的 博人和老外对比特币的第一观感的差异 话说回来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的原因 是我前段时间看到了这么一条推特 Twitter CEO Jack的另外一家公司 也就是名叫Cash现金的App 是美国人一个主流的购买比特币的工具 现在它做了两点改进 一是提供了定投的选项 二是开始了以充为单位的购买 说实话 十万通过到十美金 真的便宜 是我的话购买欲望会大不少 以充为单位是不错的选择 也建议国内交易所和海外交易所能够跟进 不过今天主题不是这个 主要是想聊聊各位觉得这个界面和App 观感给你的感觉 是否和大家买币的时候的感觉不同呢 这个App你可以理解成支付宝 也可以理解成云散付 大概就是美国人的电子现金工具 买比特币并不是最主流的场景 不过随着比特币的发展和 Square Cash CEO也是Twitter CEO Jack的利推 他们的比特币销售业绩正在不断飙升 照这个趋势 QR一个季度买走小十万个估计没问题了 要知道减半后的比特币产量 一个季度也就约八万一千个 那么美国人在Cash App上买比特币 类比过来就是国内的你在支付宝上买比特币 并存在支付宝上 这样的观感的确是与你在交易所上买完 提示你转件币比账户好一些 相对于同币来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基金 或是类似金融理财产品 一般有两个渠道 一是转账到炒股App 如同花唇里的证券账户 输入股票代码购买 二是直接在支付宝等渠道购买 这两个渠道买到的东西一样 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讲的观感很不同 在支付宝等非证券渠道购买的 一般比较拿得住 因为大多并没有炒的想法 而是当成一个理财 买了就放着 不会想着这几天就要操作 因为买入要等几天 赎回也要等几天 界面体验是这样的 感觉上就不像是用来炒作的 而是作为买入 放着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后卖出的 因为我头一回接触基金 就是通过支付宝 所以我现在对基金的观感 就是一个投资品 而不是一个可以炒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和国内和海外买 比克币的感觉相同 他们是在类似支付宝的地方买比特币 也就是不在一个能提供炒币环境的地方买比特币 当成一个金融产品来买 甚至很多时候很多人买的心态 跟买个东西没啥区别 比如下途就是海外有人购物之后 返利了一点钱 顺手就买了比特币 国内都是交易所买入 买完就提示你要不要转入BB账户 或者合约账户 而不是提示你要不要提走 第一观感就差在这了 哪怕老外也是在交易所买的币 那么观感也是这样 整体来讲 海外购买比特币的渠道更全面 交易所也都偏向于买了放置的倾向 不会有明显的炒币和合约引导 当然 国内交易所的引导也无可厚非 都是商业行为 我当然觉得最好是发币区买完 比特币之后交易所会弹出提示 立即提币 但是这显然不现实 没有什么对错 只是聊一聊海内外在这一点上的差异 这应该也是为什么海外投资者更能拿得住币的原因之一吧 或许很多海外投资者根本就不知道还有 炒币 杠杆 开合约这些东西 也不知道所谓的Netcoins是什么东西 他们只知道买比特币还可以 在他们熟悉的平台上买了也就买了 然后也就放着 就像我当年买基金一样 买完很久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还有厂内基金 可以和炒股一样炒的 还好不知道 不然当年炒基金估计跟炒股一样亏个干净吧 投资有时候真不是懂得越多越好 很多投资赚钱的都是啥也不懂就知道买房 或者啥也不懂就知道买茅台 或者啥也不懂就知道买比特币的也行 很多以前有很多币下来的 都是当年跟着买了啥也不懂就一直放着放很多年的 在圈内混的往往币都是越混越少 说来心酸 总之呢很多时候投资真是靠面 啥也不懂得挣得最多的情况时有发生 懂得越多亏得越多的故事也不绝于耳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不忘初心 想拿着币就好好拿着不要去炒 想炒币就好好炒千万别有啥信仰 不忘初心 方能回本 风险提示 经替打直区块链和新技术的旗号进行非法金融活动 标准共识坚决抵制利用区块链 进行非法集资 网络传销 IQ及各种变种 传播不良信息等各类违法行为 如果觉得本视频不错 记得点击右下方小铃铛并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和关注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